如果你進來就選擇是縮時攝影 那麼你按下一步 他預設的話 他很快喔 有沒有就完了 因為一次只有一格 所以如果你可以 你希望說 制定一下那個照片的長度的話 可以有一個制定 有沒有 他是每一張只有一格喔 那你還記得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這個FPS 有沒有 一秒鐘播多少格 如果你是電影一秒鐘播24格 所以如果你是24格 就等於每一張都一秒鐘 一秒鐘 那當然 這邊要看你最後輸出啦 最後輸出的時候才會決定你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影片的格式 那原則上 至少你要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如果你的張數很多 你可以設快一點 但是在10格以內應該都還好 你看我們先看看10格的感覺 這樣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快一點了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會玩這個 所以不小心他好快 那 你如果這個做完 輸出檔案 他就會進到威力高很標準的那個輸出的地方 輸出的地方 那您可以順便看一下 你看我們的成果這裡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塗鴉的 很久沒有塗鴉了對不對 白板 你看 要給你 待會我試看看 我們人夠多 接立賽也可以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用看看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我給你看一下小朋友的齁 好你看 我真的有去上小朋友的課 你加 嗯 這裡 這是第二題的 好他們交的作業 我們在這邊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好 這裡 有沒有他們就喜歡這個 這樣子 常常看到這種效果 那我們不用錄影 是因為這個錄影檔案會不會比較大 會 如果創作的時間很長的話 像一般桌子攝影也會用在哪裡 像紀錄什麼 生態 比如說像我們的那個冰山啊 總結的過程 不是說一天兩天的啊 所以他可能只這樣 一天拍幾張就好了 所以他可以拍一整年 對吧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分兩組了 我已經忘記 這個 這一組 所以其實我還蠻喜歡就是 可以這樣 我還蠻喜歡就是什麼 就是 平常如果出去玩的時候啊 我會多拍一些 多拍一些 不要客氣 不要每次都只有 耶 西瓜甜不甜 每次都是這個 然後每次都只有同樣的姿勢 對不對 其實我平常比較少會去用這樣拍 我反而就是 他在活動的時候我就拍多拍就拍了 那因為我還會搭配什麼 我們今天還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Google相簿 因為他會利用 沒有多拍幾張 他會自動把你產生類似這樣叫收拾攝影的感覺 就產生所謂的動畫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 那我現場我有準備很多 支筆喔 我們等一下可以一起來試看看 我畫面先還給你囉